通常情况下 一辆时速200公里的F1从减速到停止 只需要2秒多一点 开过65米远的距离 而一辆普通的高性能轿车差一点 需要4秒多才能停下来 刹车距离超过100米 那么一收速度只有20节 也就是时速差不多才37公里的集装箱船 刹下车 不对是刹下船 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停下来呢 10分钟 在停下来之前会开过2公里 对了有一件事情我就很好奇了 船它靠什么来刹车呢 我是任成百科全数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想知道船靠什么刹车 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刹车它是怎么工作的 就拿汽车的刹车来说吧 它的工作原理是让旋转的车轮跟某个固定的物体 通常是刹车碟片之间产生摩擦来阻止两者的相对运动的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刹车碟片想要轮子陪自己一起进一进 两个一起进了 汽车也只好进了 那船呢 有可能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刹车吗 好像不太可能啊 你想啊 轮子进了 汽车之所以能够进 是因为它不可能靠静止的轮胎在地面上滑行着前进嘛 摩擦力太大 而船呢 它没有轮子 本来就是在水面上滑行的 而且一开始为了减少水面对它造成的阻力 还专门把自己设计成了一个能够剪开水面的造型 于是即使把它身上最接近汽车轮胎作用的螺旋桨给刹住 它照样也还是能够在惯性的作用下把自己划出一段相当可观的距离啊 这可怎么办呢 诶 我相信聪明如你们的一定已经想到办法了 那就是把螺旋桨反过来转 的确啊 船就是这么干的 那接下来的操作就很简单了吧 我相信就像机车有倒档一样 只需要把船挂上倒档不就好了吗 诶 其实还真没那么简单 你看人家船上是什么挂档的就知道这中间的区别了 后退档跟前进档一样的多 那我们就来讲讲啊 通常情况下有三种方式可以实现螺旋桨的反转 第一种就是使用可变逻辑的螺旋桨 在旋转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呢 它可以通过改变桨叶的角度来向不同的方向产生推力 甚至这些推力的大小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调整的 非常的灵活方便 第二种呢就是用齿轮箱了 这个跟汽车上面的齿轮箱还是非常像的 首先是可以变速 其次呢是可以反转 听起来和用起来应该都是一样简单 第三种呢才是我要说的重点了 那就是通过让发动机反过来转 是螺旋桨反过来的 你再细细品一品啊 就能体会到这中间有多不正常了 这就相当于你要倒车入库 还得要先熄个火 然后再重新点火 还得要想个办法保证它点火之后是反着转起来的 好吧 倒杯 哎呀 一次还没有对准 再熄个火点个火往前开点 再熄火点火倒进去 这车要真这样还怎么开啊 我不是在怀疑船长的驾驶技术啊 只是纳闷这明明有更好的方法 为什么要费力跑发动机里面求关注呢 原来前面两个方案都是有弊端的 可变逻具的螺旋桨由于构造复杂 所以操纵系统也跟着复杂了起来 不仅造价较高 而且维护保养也很困难 再加上更厚的根部更容易发生空泡腐蚀 更粗的骨径意味着更低的效率 所以它的应用一般都被限制在了 必须要强调灵活性的船上 像那些大型的远洋邮轮就别想了啊 那装个齿轮箱总是成的吧 事实上呢 齿轮箱一般也不装在大船上 因为大型船只所使用的发动机 本来转速就很慢了 完全没有必要再来一道齿轮调速 直接接上螺旋桨就能干活了 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大船刹车要直接动发动机了 这是权衡之后的最优解啊 而且说句实话 轮船在占了地球表面积70%之多的海洋上开 还有多少机会能够让它踩掉急刹车呢 而且它也在想尽了办法避免遇到这样的情况 比方说雷达超级响亮的气敌 穿透里极枪的照明等等 都可以提醒自己和对方保持安全距离 但我们就假设一下极端情况 万一前方突然闯出一只格斯拉 要怎么杀 不要紧张 我们按部就班的来 实际上每一艘船在交付之前呢 都是要做碰撞实验的 完整的名称叫做碰撞停止实验 就是在把它开到全速前进之后 再猛踩一脚刹车 看看它到底要用多久 要用多远停下来 这个叫做船舶的航迹长度 非常重要 因为它能帮助船长 估计当面对紧急情况时 自己还能争取多少时间和距离 那么下面就是具体的操作环节了 大体上分为三个步骤 由于它跟轮船的发动机 是如何工作有关的 所以我们还要先花点时间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不同于常见于汽车里面的 四冲层汽油发动机 大型船只的发动机 基本上都是两冲层的柴油发动机 理由很简单 力大 可靠 不挑油 至于污染 暂时还没有接到海洋动物的投诉 四冲层内原机的每一个冲层 是如何工作的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吧 活塞第一次向下的形成是吸气 此时进气门打开 雾化的汽油混合着空气 一起进到气缸 第二个形成是活塞向上运动压缩气体 此时进气门关闭 混合气体在压缩下温度上升 触发火花塞点火 如果是柴油机的话 就是直接靠压缩后升温点燃的 不用火花塞 这点是有点区别的 第三个形成就是活塞在混合气体爆炸后 产生的高压驱动下再次转头向下走 第四个行程 在飞轮惯性的作用下 活塞向上回到最初的位置 此时排气门就需要打开了 废气于是被排了出去 这样周而复始下去 发动机就能不断地把活塞的直线往复运动 转变为曲轴的旋转运动了 那两重层的船用柴油机 跟这个有何区别呢 就是只要活塞上下往复运动 一次就完成了一个工作循环 具体是这么做的 活塞先是在柴油混合空气 燃烧爆炸后的压力推动下 往下运动 当扫过气缸底部的进气口之后 经过涡轮加压的新鲜空气 水只从底部吹了进来 与此同时 气缸顶部的排气门打开 废气被吹出后再迅速关闭 接着在飞轮提供的惯性下 活塞往上运动压缩空气 当快要到达顶部 气压和温度都足够大时 触发喷油 压燃混合气体 推动活塞 下限开启下一个工作循环 所以你看喷油时机和排气时机 正好是相对的 如果想要改变飞轮的旋转方向 就需要在这两个时机的安排上 做点文章 而这两个时机的触发 都是由突轮机构完成的 那么结论就很明显了 可以调整的突轮机构就是关键 好了 回到刹车的三部曲 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第一步是切断发动机的燃油供应 虽然没有了新的爆炸做工了 但惯性依然会让活塞继续运动下去的 于是第二步就是要抑制这样的惯性运动了 靠的是将压缩气体从上部注入到气缸 跟活塞反在干 这个气体很有意思 既叫做刹车气体 又叫做启动气体 完全取决于它正在干的活是什么性质的 第三步 在刹车气体的帮助下 活塞慢了下来 并最终停住 然后只需要将负责喷油时机和排气时机的突轮 切换到与之前相反的位置 也就是倒侧的位置 并恢复共油 飞轮就可以换个方向旋转起来了 当然反着转的螺旋桨 也就能够让轮船尽快停下来了 好了 相比起来 还是捏一下就会停的 手刹比较适合我 今天的视频可能稍微有点复杂 要是你没有看懂的话 就多刷几遍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跟我一起永远年轻 永远好奇 感谢观看